陳時中真的是內行人講外行話啦 地方政府發現中央的漏洞要去補洞 還被陳時中罵啦 要不是國防部發生這個磐石劍的事情 韓國瑜需要去針對官兵做疫調嗎 300多位 我們的敦睦艦隊的官兵 不用隔離直接就地解散 各自回家 結果發現呢現在已經有30多個確診 韓國瑜要去針對官兵做疫調 這些官兵拒絕 韓國瑜說如果你們再拒絕疫調的話 要開罰 陳時中你不支持就算了 你還說官兵沒有義務 現在的陳時中是 防疫優先的陳時中 還是講法律的陳時中 你忽然間徵用口罩 強迫沒有被徵用的口罩工廠 也不能賣口罩 你要求大家不能出國 坐捷運戴口罩 搭捷運沒戴口罩的要開罰 這都是根據傳病防治法 韓國瑜為了要防治傳染病 所以針對那些疑似 可能會被缺診的人做疫調 你居然說語法無據 秀一個新聞給大家看 高雄市政府 針對那些 可能會染病的官兵 做疫調 是多麼有必要 為什麼要做疫調 當初韓國瑜要去疫調的對象 18號的時候 這個人還沒有確診 一踩的時候是陰性 25號才確診 個案的足跡早就已經匡列了 雖然他沒確診 可是也疫調過了 已經有把它當作疑似確診的 他們的足跡 已經消毒過了 個案接觸的對象 有的已經實施 居家檢疫 有的已經實施 自主健康管理 雖然你們一直 是批評高雄市政府 針對那些 還沒有確診的人做疫調 你說這個叫 侵犯人權 作秀 無聊 如果韓國瑜沒有事先 針對這些疑似確診者做疫調的話 7天後才消毒 那請問一下 這7天 接觸過的觀光客 他們怎麼辦 這群人在軍艦上面 洪睡一張床 同用浴室 都生活在一起 一個確診很容易就擴散出去 當然有極高的染病風險 所以他們去針對這些人做疫調 及早針對可能的消毒 這非常有必要 武漢回來的人 你為什麼要給他註記 反點了1000個台商 除了一開始那一位之外 後來做類包機回來的 你們有聽過任何一個確診嗎 這群人全部都是健康的啊 那你為什麼要註記人家 因為料敵從寬嘛 你認為武漢很危險 所以你就推定 在武漢的人有風險 所以要註記他們 同樣的道理啊 在磐石劍的那些官兵 或許他可能沒有確診 但是料敵從寬的情況之下 韓國瑜針對那些官兵做疫調 到底有什麼問題 你陳時中 你用對待武漢的標準 你去對待韓國瑜好不好 你到底是陳時中還是鄭志忠 你對武漢這麼寬 你對這些官兵這麼窄 這是不是雙重標準 代表你已經不是根據科學來 來做防疫工作 這就在搞政治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